这年龄两个都觉得咋样了 年龄还有我还觉得行 你觉得呢 那走吧 现在已经要走吧 今天来相亲的大姐大哥真不一般 大姐问大哥年龄 大哥回答后 红娘就问大姐 对大哥的年龄是否满意 大姐就直接说要走人 大姐你这是来相亲的吗 你这不是闹着玩的吧 刚见面坐下来问个年龄 你就要走人 你这也太直接了 太不给面子了吧 不过红娘也有错 这样的问题还是私下问更合适 毕竟刚见面 满不满意确实也不好当面表达 这大哥是真无辜啊 相亲还没开始就被否定了 这老年相亲真是无奇不有啊 你好 傅大姐 你好 我是红娘 今天来相亲的大姐 叫傅林乡傅大姐 54岁 丧欧 退休金2200元 有住房 红娘来见大姐 昨天晚上到这 我家酒台 你平时在酒台 家酒台吃儿子 儿子洗着去 那儿子 谢谢 给看孩子嘛 孩子多大了 孩子十六七个月了 快十几个月了 那么小 我刚才看了 你这屋全都是 这是你孙子吧 孙女 孙女 我就是中午 我下午回去 周日就回来 周日晚上坐七二十六车就回来坐高铁 你酒台是楼房吗 楼房 其实的 那你是喜欢戴酒台 车钱在这儿住吗 在哪儿都一样 因为大姐的儿子儿媳工作忙 大姐现在帮儿子带孩子 周末就回自己家 为了相亲 这次特意从家里赶过来了 大姐平时就是全心全意带孙女 大姐本来只有一个儿子 想要个女儿 儿媳妇正好弥补了自己的缺陷 儿媳妇对自己很好 就像女儿一样 你手带是铁铁铁买的呀 儿媳妇 儿媳妇在结婚时候买的 妈你带带吧 你带什么 给你吧 你这么给我了 儿媳妇是不是给你可好 我感觉 我买两个包在这儿 我看看 你买的包哪个 在这里蹲着 哎呀乱动就 家还有 家还有两个包 我买的 你看 我买的包 我买的包 什么时候 我买的包 我买的包 今年晚去 这也是今年晚 妈你出去说背着她 抱着她 溜达玩啥背着她 家还有两个 我说你今天时候可喜欢她 那可喜欢了 多少个包我买贱的 她说妈这个包二百元 这个包包没问多钱 她说妈我给你买好的 这个好啥都给你买 化妆品 我看她给你买多少钱 我给你买化妆品 那特舍了给我花 我说你买的大 我说留泥匙吧 这边是我的 这边是她的 这口红啥都她给我买的 因为你的东西 都比她自己用得多 是不是啊 嗯 这个她的这边是我的 我说你给我买 这个好化妆品 你干好啊 就抹一样就行 妈呀抹吧 这个化妆品好 就给我买 花红啥也不用我干 这儿媳妇确实好啊 不但给婆婆买包买首饰 还买化妆品 而且大姐带孩子 儿媳妇就自己做饭 这儿媳妇确实难得 这大姐确实福气好啊 而且这相亲也是儿媳妇给报的名 因为是周末 儿媳妇带孩子六万回来了 大师娘 哎哟 来找奶奶来来 来 拿宝宝来 一下子就让奶奶了 奶奶你 咱大姐说 这个名是你不给报的 嗯 妈都给报的名 我妈我感觉 自己太没意思了 然后给她找一个能 跟她聊聊聊啥子 在一起 挺好 你咋感觉要哭呢 这感觉不好挺容易的 自己 这儿媳妇确实孝顺啊 这么心疼婆婆的不容易 也是因为自己的公公过失得早 就剩下婆婆一个人 要为儿子娶妻生子 婆婆不容易 在单位工上 在单位经口这个泵吧 堵了 他表示负责是啥 他就直接过去了 过去了 过去了 就剩完那个泵 贴头不有个那什么贴罐子吗 有那贴罐子就开了 然后给给肩给肺都打碎 是 多大句说 哎呀要50啊 大姐的老伴才50岁就因工商过世了 真让人痛心啊 现在丈夫也走了4年 儿子也成家立业 孙女也可以上幼儿园了 所以大姐决定还是再找一个 那她想找个啥样的呢 找个我现在年龄差不多的 她很差呀 七八岁吧 还有呢 嗯 没了 就没了 那你大姐做 我的挑战 你有第一 大姐提出的要求不高 不知今天来乡亲的大哥是否合适她 王大哥 你好 我是红娘佩佩 你好你好 今天来乡亲的大哥叫王辉国王大哥 62岁 丧傲 经济收入4000元 有住房 红娘来到大哥家 大哥的母亲与大哥一起住 我看见大娘了 大娘你好 你好 今天多大岁数了 87 87了 知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干啥来了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儿子没跟你说呀 哎呀 我们今天来给她找个馅来了 啊 孩子有家了 你就放心了是不是 对 大哥的母亲本来身体很健朗 因为拿东西不小心摔了一跤 不是 有个家伙子 我去清澳子 清澳子 我去清澳子 我去清澳子 那现在疼不疼啊 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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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能走 主管走不了 腿脚不方便 平时上下楼儿子背你啊 不得我哥哥 在厕所上都哥哥 我去摔了 我刚才能蹭我哥哥 现在走路只能拿拐杖了 还好大小便不需要照顾 大哥虽然退休了 但还在打工做水冷工 虽然对老母亲很孝顺 但也只能在工作至于照顾老母亲 我让儿子肯定 他再给我买 我一天早上起来给他做汤 中午擀面条 晚上米饭 一天吃三天了 现在我上班了 我没时间了吧 我就不能做了 我早上做完了 中午 我就回来 赶快回到家把饭去月上 吃完了 晚上得出我 有时候早上吃两条 吃到先给他擀面条 哪个一样 咋子呢 这边也给他吃午饭 妈还干活呀 不管妈多大岁 然后她能在你身边 算多些的幸福 对 你退休 我退休姐 有 有多少钱呢 今天是开1600了 那够用了 是不是在1600 够了 花不了就花 对 真是花不了 也没啥花的 那现在你得干啥呢 做水冷工 主要是电汉 然后这个水冷工不这么多的 能挣多少钱呢 2000多块钱 那你这一个月的话 你的工资差不多能有多少钱呢 我自己啊 自己都 那你在这生活太够用了吧 用不了 使不了 我跟我妈的有的钱 你能用不了 1000多块钱就够花 虽然大哥和大哥的母亲 都有退休金 但都不高 当然也够花 当大哥为了以后的生活 趁现在还年轻 还能干点活 就尽量干点 多挣点钱 虽然以大哥的经济条件 在当地找个老伴 应该问题不大 但大哥还是有自己担心的问题 这我也担心 也就是怕有人 算老下有小 我也是担心这一点 但是现在你只能这样 只能这样 反正吧我也是这么想的 别是有不想的呢 我们俩就重复就过了 过了我只能对心 我就想我把工资卡 也得交我照钱 一交 什么都跟我 如果是他要是那个 想的话 那就没啥了 伺候老母亲 那是做儿子的责任 这也呢肯定是说的 我应该不能说 媳妇会得给老母亲送死 那就是要伺候自己的老母亲 虽然对于儿子来说 照顾自己的老母亲是义务 但要新找的老伴接受 这个确实也是个问题 谈起大哥以前的老伴 大哥虽然照顾生病的老伴18年 但还觉得没照顾够 老伴因为受逼磨折磨 脾气不好 大哥就只能当孩子一样哄着 那时候得脑酸 把他回头治脑酸 治脑脑酸 脑酸好了 又得的脑酸 哎呀那 那你媳妇也挺遭罪啊 遭罪 也不说这么多年 那我一生就遭罪了 18年 那你遭罪了18年 那你遭罪了18年 中间5次能出血啊 嗯 我老伴每次见听说 哎呀得和母亲老王啊 不要母亲老王啊 我早死了 那个真 我昨一次那么救的拼命救 咋救 就是应该他写 就是啥好 就是对他病也好 我就撑点领子 就给小孩似的 领子那个溜过二 我扯他俩手 天天都能不能出走 溜达溜达 他有病以后不能做到 得一次病 就得三年了 照顾老伴虽然狠的很苦 但最少有个人在 可以唠了喝 现在走了 留下大哥一个人 大哥心里很难受 咋也不行了 你还得老伴 你天这管咋的 他躺躺躺了 他能跟你说句话 我俩成天我溜 他从天靠我溜达 现在如果是没说 他就躺躺躺了 也无心跟他呼噜 我天天喂饭 我啥不干我都看 不敢提 那也好 那也好 18年了 我跟我们这些同事 我那时候 我说老伴儿 你要真也好 没那天你想找多少 哭多少 真 这原来夫妻 那可真是感情处得太像 这么多年了 现在大哥想再找一个老伴 那他想照顾啥样子呢 他只要一个身体善良 对我蛮好 不想这家 你有没有退休金 你都不是喂 我也能挣钱 也能养活呢 这也都不是喂 看样子 大哥主要想找个老伴 帮他照顾老母亲 毕竟自己现在还要打工挣钱 时间忙不过来啊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姐 是否合适他 在红娘的带领下 大姐来见大哥 来到大哥家 你好 你好 你好大哥 你好 自我介绍 我姓王叫王贵国 我姓傅傅 我叫傅店姓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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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这屋七个平 七个平 然后老皇上老龙上 两人刚见面 大哥对大姐很满意 一眼看着还行 像吗 像吗 像 也行 也行 不是自己慢慢领的出去 可大姐对大哥没演缘 为什么 你没演缘 两人刚坐下了 刚问到年龄 大姐就要求要走 好 这是大姐啊 对 好 走 来一招 大姐好 你来了 你来了 我来了 行 好 你多了是不是 我六十二 六十二 这年龄上 你都觉得咋样了吗 年龄 年龄还有我也觉得行 你觉得呢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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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 你别那个害羞 你坐这儿来 快走吧 走吧 走吧 现在已经说走吧 大姐 你这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刚来就要走 这样不好吧 这可是来相信的 最起码也要先问问情况吧 在红娘的缺说下 妈都没接不接 你就是 你说这么老些钱 你说完了造的 你去黑 你啥把你买个新的 才多钱啊 你这个服那么黑啊 她知道来 她说 给她全都不要了 全都上去你买个新的 那才用多钱呢 有一千块钱够不够 你照这样的 我觉得大姐你应该是想说 既然你相信咱们节目组 你相信我 相信我 我带你来见这个人 指定是在身上有闪光点 而不是说我瞎给你介绍 然后我硬给你俩凑 这个大哥 咱们第一是工作 你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第二 他这个为人处事 你是不知道他干嘛的 走吧 坐会儿去 大姐还是接着 再与大哥聊聊 我刚才进屋也是 那屋子太乱了 这屋子是 都挺好的 大娘个人都挺好的 就是你造的 你怎么瞅瞅自己 你是男人 我上班了 你在哪上班 我在这个 在这个新闻话堂上班的 你不退休了吗 退休我有什么 又当身上班的 又当身上班 就赶快就 他我打电话在这儿 我就赶快踩回来 回来 我就赶快到屋子 我去退休了 咱们大娘在家 在家送大娘的 退休几年了 我退休四年 你也得有啥想法 关于瞅着屋 没这么想看的 大姐可不客气 说出了自己的感觉 大哥立马进行了解释 瞎了乱 因为自己除了照顾母亲 还要上班 实在也是没时间和精力啊 大哥的解释 还是让大姐改观了不少 认可他能干 能干 是一般是好吃 但是也挺能夹的 我今天心疼 都别回家里做饭 谢谢 毕竟这个大哥还是蛮能干的 接着谈到大哥 照顾已过失老伴十八年 大哥照顾我老伴十八年 十二岁 十二岁 照顾就是谁走的 啊 那啥病啊 老伴在这十八年 五次脑出现 嗯 有五次 嗯 然后大哥就 真的有 不仅是不离不弃 而且都没过够 你像有的人 有的男士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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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那死了十八年了 没说嘛 女的有病 男的死了死了 就不错不错的 死了死了 可是我是不可能 大姐听了 对大哥肃然起敬啊 一般男人做不动 真早那啥出现 关你啊 早晚那病也在好不了了 就是 吃老伴 吃老伴吃老伴吃老伴 这可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啊 而且还能干 这让大姐有些有欲了 到底选不选择这个大哥呢 虽然这个大哥不是很讲究 但二婚了 要找个十全十美的很难啊 如果错过了这个 不知还会不会找到正好的啊 大姐需要考虑一下 在大姐考虑的时间 大哥也很忐忑不安 不知道大姐能不能看上他 他猜测这个大姐 应该是不同意 与他相处的 肯定这个是成了这个 他不能干 一会儿你听的 谁来你听的呢 保证他不能干 为啥 为啥感觉 那他看着要吃的话 他不可能 自然就去找着走 最起码说 那他接着接着看看吧 留个电话 联系放在哪去 大哥的猜测果然是猜中了 大姐经过纠结后 还是觉得大哥 不是他想要找的 这是你曾经乱走 我这心都跟人们啥 啥店都去黑去黑店 你瞅着啥地方 大哥虽然对大姐满意 但大姐看不上大哥 所以大哥就等着大姐 对自己下决定 最后大姐说做朋友 还做朋友吧 行那行 如此两人相亲失败 最后两人只能以朋友相处 这大姐向红娘提出的要求不高 但真是应了哪句 没要求的要求更高 所以这大姐也是男的如愿 你们觉得呢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